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警察抢枪 然后拿着枪又去杀人抢劫 听起来有点像百宝山 但实际上他也没百宝山那个脑子 所以这个故事并不长 简单跟你说一下 1992年6月14号三点左右 黑龙江临海市林业局工程公司于某在牡丹江市光华街 被人用这个铁棒打晕在地 于某所携带的黑色手提包 红色绸布兜 以及人民币2700元 美金742元 还有衬衣等等物品被抢走了 1992年6月29号的晚上 随分和市艺术馆摄影辅导员王某 在牡丹江市电业局后边 被人用铁棒打死 被抢编织袋和日记本各一各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牡丹江发生两起结案 这引起了牡丹江警方的重视 加强了对夜间牡丹江的整体巡逻 没成想 在1992年7月5号两点左右 爱民公安局的干警鸾某被人发现 遭袭击后倒在光华街上 他所佩戴的五四式手枪被抢走 经过抢救 鸾某脱离了危险 但是却丧失了部分的记忆 只记得他在光华街上巡逻的时候 发现有人偷自行车 鸾某把他当场抓获 并且搜出了一把尖刀 但是在押送他往派出所走的时候 这个罪犯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根铁棒 狠击鸾某的头部 之后的事他就记不清了 对于案犯的相貌 虽经警方多方引导 但是鸾某完全没有了记忆 1992年11月4号22点左右 牡丹江市纺织厂技工学校 食堂服务员关某被人打死在牡丹江市第一机床厂西门的胡同里边 被抢皮夹克一件 香烟一喝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牡丹江发生了四起用铁棒行凶的抢劫案 警方成立了专案组 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调查这个案件 但始终是一无所获 犯罪分子呢 似乎也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就好像从牡丹江消失了一样 1993年整整一年 他没有再做过一起案件 但是警方没有松懈 对市区巡逻 特别是夜间巡逻 投入了比以前更多的警力 这个案件也在1993年 被黑龙江省公安厅列为省厅督办大案 转眼呢 就到了1994年 这年的2月 牡丹江市公安局会同临海市公安局 在省厅和公安部的指导下 在2月份破获了跨度4年之久 杀死17人 并且震惊全国的张四伟 王称岩系列杀人大案 全局都沉浸在喜悦和反思当中 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徐彦东 号召牡丹江公安局 再接再历 历争再破大案 1994年4月27号 爱民公安分局巡警队队长杨桂林 带着干警柴家陈张志军 离开分局 到牡丹江市北山体育场附近去巡逻 十点左右有群众报警 北山体育场附近听到了几声枪响 公安局刑警迅速出动 赶到北山体育场旁边的一片树林 结果发现 杨桂林张志军已经被枪杀 柴家陈重伤倒地 在紧急送往医院之后 抢救无效牺牲 现场只留下了弹壳和罪犯的脚印 根据脚印 罪犯被确定是25到45岁的男性 根据弹壳 罪犯手中的枪支 却认为1992年7月5号 干警鸾某被抢走的枪支 可以肯定了 这一系列案件都是一个人所为 以此牺牲三名干警 这类案件在90年代初少之又少 公安类权威杂志 中国刑事警察 在1994年的期刊当中发专稿 1994年上半年 全国刑事犯罪突发情况 在恶性案件栏目当中 把这个案件和浙江千岛湖 特大纵火杀人案并列齐取 公安部继张思维案之后 又把这个案件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 但是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犯罪分子仍然没有停手 1994年5月29号晚上 牡丹江市个体户李某和女友 在江滨公园行走 突然有人窜出来想要抢劫 因过往群众的冲击 其威胁二人不准报警之后 用手枪的枪柄向李德头部猛击下去 把他打伤之后扬长而去 1994年8月6号23点左右 牡丹江市工人张某和他的女友 在滨江公园一起行走 突然有人自称是公安人员 对二人进行敲诈 遭到张的拒绝之后 他向张的胸部开了一枪 将他当场打死 之后呢 又向他的女友背部开了一枪 致其重伤 经技术人员的检验 这把枪正是427案件中打响的那一把 1995年4月 据427血案快一周年了 估计到犯罪分子可能再次到北山体育场行凶 警方加强了对北山体育场的防范 4月28号18点左右 正在北山执行任务的北山派出所副所长杨斌和治安员任周宇 在巡逻的时候啊 发现一个人形迹很可疑就上去盘查 杨斌问他是哪儿的 这人回答呢 是山下的 杨斌觉得他越来越可疑 就示意任周宇上前对其搜身 任周宇摸到这人腰部的时候 突然喊出来 所长 这人有枪 嫌疑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拔出手枪 向杨斌的胸部开了一枪 又向任周宇连开两枪之后逃走 不幸当中的万幸 杨斌和任周宇被闻生赶来的群众 及时送往医院救治之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躺在病床上的杨斌忍着剧痛 一直在喊 我看到他了 我看到他了 他向画师描述了犯罪分子的相貌 被通缉令迅速地发到了全市各地 时间不长啊 有一名群众举报了一名人员 非常像通缉令上的嫌疑人 于是爱民区新华派出所馆内 七伟三十三组一居民的照片 被送到了杨斌的病床前面 看到照片杨斌兴兴奋的喊 就是他 凶残的罪犯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这个人呢叫马景胡 今年四十三岁 是牡丹江市林业储木加工厂的工人 曾经被劳动教养过八年 在马景胡家开的小石杂店里边 一名公安干警穿着便装喝着汽水 快到开饭的时间了 马家人呢 让小孩出去喊他回来吃饭 迈着闲步回家的马景胡 怎么也没想到 家里正有一双冰凉的手铐 在等着他 一进家门啊 干警就以一个漂亮的擒拿 把他给擒货 而在马家小棚子顶上 警方也搜到了五四十手枪 这正是当年鸾某被抢的那把 经过审讯 从1992年的6月 到1995年的4月 他先后杀死6人 伤害6人 他就像一条疯狗那样 流窜于牡丹江市的大街小巷 像一个黑色的幽灵 游荡在江城的夜色当中 427案件凶手被抓获的消息 再次震动了牡丹江 牡丹江市公安局的门前 非常热闹 市委市政府给予表彰 各行各业的群众登门慰问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向人民警察 致以敬意 6月8号 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马景胡 死刑立即执行 前前后后一共被劳教过8年的马景胡 没有毁过自信 相反呢 他倒增加了对社会 对世人的仇恨 他要向社会索取 要向世人发泄心中的仇恨 与人民为敌 向法律挑战 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牡丹江市系列 袭警抢劫杀人案 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